欢迎再度回到非凡人抢先报的现场 在中美贸易战火正是要开打的同时 市场上的资金纷纷在搜寻资金避风港 今天盘面当中大盘的加全指数呈现震荡压低 但是还是有一些逆势走扬的个股 是不是值得更加的来关注到 我们也帮您整理出来 本周有出现飙涨的明星个股 今天股价除了看到了逆势走扬之外 本周飙涨的幅度也是相当惊人 先来看到像是PC游戏族群的龙中 龙中本周上涨高达了6成左右的水准 今天还是有维持续墙走高 另外还有像是印刷电路版的零红 这档个股本周上涨了38% 目前为止也都是维持在红盘之上 甚至还有像是电子零组件当中的台端 台端本周上涨幅度有达到17% 还有像是太阳能发电的远升 远升本周上涨幅度有达到17% 那目前为止看到这些个股的股价表现 都还是有维持续墙走扬 龙周跟远升的部分呢 今天还亮灯涨停板 还有像是台端跟林宏 目前都大涨8%以上的格局 这几档的技术现行 其实短线上真的是相对票害 但是目前看到经过本周的激情过后 还能不能够在下个礼拜 甚至未来延续强劲的力道 还有没有一些支撑点可以来做期待呢 我们要赶紧为你连线到专家室 永丰期货的林汉伟分析师 汉伟您好 武安 我是武安 大家好 武安 好 请教汉伟 针对目前看到盘面当中 市场上的资金都在搜寻资金避风港 刚点到这几档个股 都是本周非常非常票害 甚至延续到今天为止 都还有亮灯涨停板的个股 短线上这走势这么陡峭 但是经过这个一个礼拜的激情过后 下个礼拜的续航力还值得期待吗 帮我们搜寻一下目前盘面当中 这些明星个股未来的续航力 如何观察呢 我觉得当然主要还是要看到 个股不同的一个题材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隆中的部分的话 但这个礼拜的一个表现 非常的强悍 但主要已经在传出来说 这个它被这个向上国际 要做一个公开收购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收购计划 让这个个股出现的 比较明显的一个飙涨 那这种股票当然我们觉得说 一般来讲 投资人想买也买不到 所以这个股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把它当作一个观察指标就好了 那它并没有办法带动 整个游戏产业的一个转强 因为这个所谓的公开收购的一个 状况来看的话 只针对隆中并没有蔓延到 其他游戏个股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未来 当然在这两个股来看的话 可能就是说 它到底涨停板能够涨几根 那对于一些所谓的比较偏向投机的股票来看的话 它就会有部分的一个信心加持的一个作用 那另外看到这个 灵红的部分的话 它当然产业是在所谓的PCB这个区块 那PCB这个区块 我觉得在近期 你从这个所谓的华兴利环相关的一个 PCB的个股有转强的一个迹象 你可以看到 其实之前也跟大家提醒到 就是说整个PCB的族群在 这个所谓的6月份营收 甚至说在第三季开始的话 业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增温的成长 所以业绩的一个成长 但是带动整个PCB的族群 我觉得在最近都有陆陆续转强的一个迹象 那只是说这个灵红的部分的话 因为短红涨幅相对是比较凌厉一点 而且它的一个筹码面可以发现到 这一波上涨的过程里面 是明显在呈现一个资卷通真 那大家可以发现到 其实有很多今年的一些标股 它在所谓的涨的涨升的过程里面 出现资卷通真的话 就会出现后面连续型的一个喷出的上涨 所以我觉得临红单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说这个在6月份以前 其实每天几乎都没有量 那在最近这个礼拜开始量人爆得相当的大 而且整个一个筹码面 也出现很明显的一个 融资融卷索码的一个迹象 所以这种股票单 我觉得它在所谓的一个狂飙的过程里面 它涨幅会相当的惊人 但也要留意到就是说毕竟它比较偏向主力索码的个股 所以在高档向今天爆出相对的大量 而且涨幅还锁不住的话 它可能会进行短线的一个 所谓的洗筹码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今天要做一个追高的话 可能还是要留意到 它短线上会有高档的一个风险存在 那操作上来看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要做一个比较偏向安全的布局的话 还是建议等它回测无线那边再做一个封地承接就好 只要未来这个股价因为是起涨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短线不会是说 今天涨到20块之后就出现了 所谓的一个短线上的一个回档 我觉得它应该是在高档维持整理之后 会再呈现一个债工的一个状况 那但等待它的一个筹码沉淀 或者这个量能出现的一个放缓 我觉得整体上它的一个债工的讯号会更为明确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升级股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礼拜升级股 它也出现了加速轮动的一个现象 像这个所谓的利逢啊 大疆啊 前波非常强的升级股 最近这几天也出现了一个拉回的状态 那台元要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 它的量真的很小啦 就是说基本上像今天的涨几板 大概只有7涨的量 那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礼拜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在说量小的股票 那只要有特定的买盘在买 那股价当然容易出现一个上涨的状况 但这种股票既然都没有什么在做交易的话 我觉得它也不代表 没有办法去代表说整个一个升级股或新药股 能够出现一个强劲的一个上涨 那再来在远深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看到 整个太阳人的股票的话 其实最近出现了 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了 不管是在所谓的远深 甚至说在所谓的新日光的部分的话 都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整个股价跌升之后的话 开始有一些反弹的力道 那远深为什么反弹的幅度相对是比较高一点呢 主要原因在来说它的股本比较小 那量人一样也被特定的人士做一个索码的动作 所以今天涨停板量只有59张 代表着这种小股容易被 随着资金最后拉抬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飙涨的一个态势 那我觉得未来当然就持续观察一下 它在整个太阳人族群里面 它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个股 那整个太阳人族群如果说能够 整个涨势能够蔓延到 不管是在所谓的一个茂迪 以通 新日光 他们涨幅能够出现 连续性的一个上涨的话 我觉得当然代表说整个太阳人族群 就有比较明显转强的一个讯号出现了 那最后可以看到像台端的部分的话 整体上我觉得它也是代表说 整个族群性来看的话 并不是全面性的一个转向 但最少台端如果就现行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都是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个股 所以未来我觉得当然就是观察一下 它的一个多方趋势有没有出现扭转 只要整个多头均线呈现多头排列 那五一线能够做一个有手的话 我觉得它的一个多方的结构 相对还是完整的 好 就是在目前看到 本周出现飙涨的明星个股呢 未来的技术现行还是要值得来做留意 能不能够续强 还是要留意到技术面 或者是成交量甲的关系了